他们为何跋涉千里向着有花干的山顶前行 他们从深山里走来 花衣盛开在了山野烂满处 他们面朝黄土地舞动 歌声飘荡在云天之外 他们在共赴一个民族的盛会 花山节 这边真的是人山人海看 人都挤满了半山坡 花干花衣采花山 共聚共暖共团圆 花山节是苗族一年一度的节日盛会 相传苗族发源于黄河长江中下游 尊持有九厘为祖先 创造了灿烂的古老文明 后来受战争影响 苗族开启了五千年的大迁徙 一步步来到了祖国的西南端 并走出国门 演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民族 在迁徙的过程中 为了召集流散在各地的族人商议民族大使 苗族就在山顶立花干 纪念祖先英雄 共谋民族未来 后来新中国成立了以后 国内苗族也停止了大迁徙 花山节就慢慢演变成了民族的节日盛会 苗家人会穿上最美的节日盛装 共聚花干下 吹炉声 跳苗舞 对山歌 爬花干 未婚的青年还能在花山节上 寻觅自己的爱人 当然 花山节更是苗族 凝聚亲友 团结族人传承展现自己文化的大舞台 无论过去的一年多么艰难困苦 他们都能在这个山顶的舞台上 把一切都转化成了一场美的绽放 你能在一件件美衣 一句句叮咛 一声声山歌 一曲曲卢声中 看到他们穿透了苦难的通达 穿越了时空的富足心灵 如果觉得生活枯萎了 别忘了来山顶迎接一场花的绽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